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为你好 但是哪一个意见 哪一个道理是对的呢 那这个人 我怎么分辨他是不是恶人 我怎么样分辨 我感觉当我们面对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先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敏锐 今天我就要为你祝福 得着一个从神而来的敏锐 那个敏锐让我能够分辨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合乎圣经原则 什么是这个世代很扭曲的价值观 当然第一步是 我要鼓励你在这一年当中 好好的 认真的 大量的读神的话 因为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 我们里面没有一把纸 你没有办法量这样这个道理是对的 那个道理是错的 因为有非常多的资讯都进到我们里面来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呢 还不只是看得见的人告诉我的 更多的时候从电视 从报纸 从网路 有太多的资讯进来 可是我怎么样分辨 不会跟错了人 走错了路 求主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敏锐 圣经上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求主帮助我们 因着敬畏得着智慧 得着从神而来的敏锐 我相信今天 你也很可能面对一些重要的抉择 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 也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涌进你的思维 奉主的名祝福你 敬畏神 你渴望主你启示我 我愿意顺服 主把一个属灵的敏锐 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祝福你 你今天做的决定 是永远不后悔的决定 一起来祷告 主 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承认 我们好不喜欢 当我们做了一些决定之后 将来说 哎呀 早知道 早知道当初就不这样 早知道当初就那样 主 我们不要活在后悔里 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敏锐 在面对生命的十字路口的时候 得着智慧的心 做正确的决定 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因为敬畏神得着智慧 因为里面有一个对神的顺服 我们里面有一个敏锐 从圣灵而来的敏锐 做对的决定 主啊 求祢恩待我们 让我们靠祢做对的决定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让我再一次说 我要祝福祢 今天里面常常有一个祷告说 主 给我属灵的敏锐 以至于这一整天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永不说 早知道 上帝 祝福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